自地球拥有生命以来,衰老与死亡,早已被所有的生物做好了刻度,且都无法逃避,人类对生死的逐渐认识,早已超越了自我,并附入危机来自自安之。 今年来,随着生物科学高速发展,打破了原有自然生命周期极限的瓶颈,使得科学家拥有造物主的能力,能够在原有的生命基础上进行生物合成在血迹与生成,扮演上帝之手,修复与改变生命内在的某些特质,帮助人类实现青春涌驻。 早在2016年5月,科学家库茨威尔,在美国纽约一场主题为未来半个世纪的世界,学术也好会上罚表演讲着,随着计算机科学与完善的生物医疗技术发芽相结合,预计到2029年,人类将迎来了永生的可能性。 但2045年将实现,这一夸张观点的说出,研发了世人关注与讨论,很多人认为,人类生命周期将迎来新曙光,清醒,未来还没有来。 不过,生命科学一旦在该领域的突破,标志人类二电影模式的开启,将为人类点燃逆藏在灵魂深处的潮生梦。 那么,生物科学技术改造后的生命,是否存在灵魂? 对此,不管人类的智慧发展到了那一步,还是利用科学工具操控人体细胞的能力越来越强。 但对生命的理解程度,以及大脑意识的生物细节的认识上,依然还存在许多空白区,这是科学家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。 这些问题的存在,是否会阻碍人类实现永生的可能性?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,我们来理清一下,生命是一个怎样的衰退机制,以及科学家计划怎么通过什么方法去实现生命再设计的可能性。 目前,生命的衰老,并非只是生命体毒特有的现象,而是自然万物变化规律。 比如,核反应对也存在老化的过程,这种老化,基本知识功能的退化,也就是说,经常使用它,索引发的衰老,使用频率越多,老化就会越快。 因此,人类的大脑想问题多,压力大,就会导致白头发出现正文,属于情绪印象与智力函数集合所引发生物细节效应的自然现象。 研究发现,要想实现永生,必须阻止这种衰老过程,几率消耗能量过多的人体细胞组织,提供新的能量补充与修复机制,让其在理想状态下实现永恒的有效功能,实现生命体征可持续存活。 但是,这种阻止方式,对科研人员发起了巨大的挑战,甚至无法完成。 以呼吸为力,生物组织细胞必须依赖线力体进行呼吸,以获得新能量,呼吸是一个氧化反应过程。 在呼吸的过程中,电子传递过程,终会有约2%到3%的氧气,因不充分的还原过程,变成具有高反应活性的游离机。 这种机的产生,会对生物体内的DNA构成损伤,并导致衰亡。 这种衰亡与老化,只有某种同构性的特性,根本无法调和,为了实现目标,不允许生物呼吸,违背了地球生命基本条件。 由此可见,库茨威尔提出的理想,是一种基于智能生物医疗技术修复机制。 采用这种技术必然会对生命系统的稳定性造成其他负面影响,继而也会引发新的功能性退化。 因此,人类要想在2045年实现永生,还存在诸多难题。 不过,该技术能够有效延长人类生命周期。 在人类永生的探索中,有科学家指出,在现有的基础上,需要对人体每个细胞零件、分装制、组成的系统组织的每一个环节,能够实现生物基因模块化并接,以及基因片段的研究,才能够有望实现。 对此,科学界普遍认为,在上帝一次的时代,利用生物和生命世界技术,为人类和民族更大的贡献,需要宏观的哲学思维,为蓝本去认知生命的本质,才能够让尖端生命科学技术更好有效地造福人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